上一集我們提到了固定浮水印和動態浮水印來幫助影片被倒入的問題 這一集我們來說說知識變現和自駕網站之間有什麼樣的依存關係 首先感謝今天的贊助商杜宅咖啡 不過平時我沒有在喝咖啡 所以我想先請我的雙胞胎哥哥來唸一下廣告詞 只要您在YouTube的影片下方留言區去留言 我要抽中杜宅咖啡我們就在下一次的影片裡抽出一名觀眾 免費把獎品寄到你家去 開始吧 原本坐落在桃園街巷中的杜宅咖啡 在2021年的時候搬遷到了台中南區 杜宅咖啡是一間自家烘焙精品咖啡豆的專賣店 老闆本身是一位藝術家 曾經辦過多次自己的畫展 對於自己創作的作品都會嚴格的把關 只有自己滿意的作品才會簽上名字 對於咖啡豆也是一樣 杜宅烘焙多種品項和杜宅的咖啡豆 杜宅烘焙多種品項和被杜的咖啡豆 每一款咖啡豆都可以喝到杜宅的用心 喝到咖啡最純粹的原味 杜老闆曾經獲得澳洲國際 烘焙大賽的銅牌 以及得到了美國咖啡評鑑 94分的高分 這是杜宅帶來分享的咖啡豆 是杜宅的配方豆 還有巴斯奇亞 烘焙度是中焙 日在加上水洗的處理法 風味可以喝到裡面有 堅果 開心果 奶油 巧克力 青草芳香 烤真果 杏仁 黑糖尾韻 口感柔滑 平衡 甜度突出 還有一款水手沖咖啡掛兒禮盒 跟大家分享 內含肚宅限量手沖壺一指 以及綜合風味的掛兒包 四種風味共計食包 非常適合外出露營旅遊 以及上班族在公司沖泡用 方便又好喝 記得在影片下方留言區留言 我要抽種杜宅咖啡 下個影片會先送出一包杜宅義式配方咖啡豆 OK 好那接下來我們讓初學者都能夠理解角度 來說明自家網站 和使用別人提供的平台有什麼區別 希望可以讓更多初學者 可以在一開始 就做好適合自己的選擇 並且去體會和感受 自家網站的重要性 因為 選擇不對 努力白費 選擇一個適合自己的網絡創業方式 可以讓你 少走好幾年的玩路 請注意我說的是適合自己 而不是說正確 因為我不想去得罪 其他平台商 而且事實上 也不是每個人都適合自家網站 如果你只是想先試一試的玩票心態 那我建議你還是先去租用別人的平台 玩一個月 試用一下就可以了 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我自己是在2001年的時候開始架設個人網站 直到2003年成立了公司之後 就架設自己的公司官網 當時要在網路上銷售產品 除了自己架網站之外 還有一個剛興起的線上同路 那就是雅虎奇摩拍賣 什麼都賣 什麼都不奇怪 這個廣告用語相信很多網路老手 一定耳熟能詳吧 如果沒有自己架設網站的預算 或能力 那 直接把產品上架到雅虎拍賣 在當時 是個省時省利 又省錢的方法 但是拍賣平台獲利的方式 就是養 套 殺 把客戶養大了 套住你 走不掉 就會開始收取上架的費用 再來就更進一步去加收 成交手續費 商家成本就會越來越重 接下來的故事 大家都應該知道了 就是露天拍賣新喜 開始搶奪了雅虎拍賣的客戶 接著又換蝦皮拍賣 去搶奪露天拍賣的用戶 以上的這些 別人幫你搭建好的賣場 最大的優點就是方便 你只要把商品上架 並且去制定價格 就有可能取得免費的流量 只要賣出產品 就能夠立即變現 但最大缺點是什麼 當你遇到一堆同業或平台漲價了 你就只能不斷的搬家 搬到新的平台去 當你每搬一次家 你的客戶就會流失一大部分 你一直搬家 你就必須一直從頭開始累積客戶 但是 如果你自駕網站 就好像自己開了一個門市 當你經營的越久 老客戶也習慣你的存在 累積的粉絲越來越多 收入就會越來越穩定 也許有人會說 可是 拍賣可以帶來免費的流量啊 自駕網站 必須自己去打廣告 才會有流量啊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拍賣真的可以帶來免費的流量嗎 如果是新的平台 你又很早進入初期的階段 那肯定可以 但是現在 早就過了那個流量紅利期 一堆商家在拍賣平台賣相同的產品 你早就已經成為其中一個 被用來比價的對象 更歐的事情呢 很多賣家為了在拍賣平台去爭取 比較顯著的版位而買付費廣告 他能讓你在眾多的同品項商家裡面 取得更多買家的注意 否則 你的商品很難在平台裡面 被消費者發現 但是買家肯定會直接搜尋品名 然後去找到 比你更便宜的商家購買 對吧 那既然都要花錢買廣告 在拍賣平台去買廣告 等於你把流量送給別人的平台 而如果是你自己架設的網站 那買來的付費廣告流量 則是引流到你自己的網站 那聰明的你 你會想把錢花在什麼地方呢 我們要知道 現在是個大數據的時代 每個平台都在爭奪 客戶的數據資料 如果我們在別人的平台上架產品 那麼客戶資料都會在別人的平台裡 例如客戶的Email 手機號碼 甚至是客戶瀏覽過哪些產品的軌跡 你自己都不會知道 即使你花了大量的廣告費 而客戶資料卻是在別人的平台裡面 但是如果這個網站是你自己的 你買了付費流量 讓訪客引流到你自己的網站 你可以讓他們去註冊會員 取得後續可以追蹤銷售的聯絡方式 甚至就算他們不願意留下任何資料 你也可以透過再行銷廣告 讓那些曾經來過網站的客戶 再次看到你的廣告 去觸發他們回流購買商品的動機 讓你的廣告費不會白花 你有沒有發現自己上了某個網站之後 就會在FB看見他的廣告 這就是在行銷廣告 我們再來說說免費廣告的部分 也就是被自然搜尋到的機率 也許你有聽過SEO搜尋引擎優化 這個專有名詞吧 如果你的網站SEO做得好 也很容易讓有需求的用戶 在Google搜尋的時候找到你的網站 而SEO的好壞 其中一個重要的判斷條件 就是你的網站流量 如果你的網站流量高於其他同業 那你被搜尋到的機率就會高於同業 因為Google會認為 你的網站群眾比較高 簡單來說 就是你的網站是比較值得被信任的 所以Google在搜尋結果的排名 就有可能會把你的網站列在第一頁 聽到這裡 你還會覺得把流量送給別人的平台 沒什麼大不了的嗎 所以你會發現 當初在Yahoo拍賣最大的賣家 東京卓伊 後來他們也自己建置了品牌的官網 就好像你原本在百貨公司裡面設櫃 要分給百貨公司幾層的利潤 後來你會自立門戶去開店 把所有的利潤 保留在自己身上的做法是一樣的 自駕網站呢 不僅是保留了客戶資料 也保留更高的利潤 而這些利潤 再去分配到產品開發 以及行銷成本 讓自己的品牌能夠越來越穩健的成長 那有沒有人兩者同時經營的呢 當然有 你可以在各大通路平台去上架你的產品 雖然要分認給通路商 但是你要把它當成行銷費用 建立你在消費者心中的品牌印象 最終呢讓消費者回流到你自己的網站消費 接下來我們來談談沒有自駕網站的風險 大約十多年前呢開始有了免費的博客平台 和免費的Facebook粉絲專頁 結果呢又讓許多人陷入了掙扎 還需要自己架設網站嗎 直到2013年 吳明小站和Yahoo博客宣布關站之後啊 許多經營好幾年的博客站長 哀鴻遍野 因為多年累積的文章消失了 長年累積的粉絲不見了 當時很多站長 就決心自己架設官方網站 把自己這些辛苦經營的數位資產 保留下來 但是有一部分人呢 會轉網臉書的粉絲專頁 時至今日 我們會發現 任何免費的平台 一開始 使用的人不多 早期進入的人呢 都能夠擁有先行者優勢 都能夠佔盡流量的紅利 享受免費流量來源 但只要時間一久 平台用戶越來越多的時候 你的先行者優勢就會消失 就像Facebook 現在的自然觸及率根本不到2% 然後大家就會開始去轉網 經營IG或是TikTok 只要有新的平台誕生 大家就開始 無止境的轉換平台 說到這裡 你有沒有發現 加設自己的官方網站 其實 就是在搭建你自己的房子 而任何免費的新媒體 都應該用來當成 引流的管道 管道可以不斷的更新 因為流量來源 永遠不嫌多 但是你不能把命根子 寄託在 別人的平台上 例如剛剛說的 免費部落格 關閉 我相信你也聽過 臉書粉絲專頁被封鎖的案例吧 還有 LINE官方帳號被無預警的停用 還有 IG帳號被駭客搶走 還有 YouTube帳號被駭客入侵 換掉了非法的影片 導致你的帳號被YouTube官方永久停用 因為你只是平台其中的一個用戶 平台的管理員隨時能夠 把你停用 不需要任何理由 運氣好的話呢 可以申訴取回 可惜 大部分的人 運氣都不太好 所以任何外部的平台 我們都可以把它當成 獲取流量來源的管道 再把這些公寓流量 引導到你自己的私域流量來變現 這個私域呢 就是你的官方網站 把訪客的軌跡 留在自己的網站 日後 可以投放在行銷的廣告 讓客戶看見 也可以直接 讓訪客去註冊 留下他的資料 累積越多 精準的潛在客戶名單 知識變現之路呢 才能夠走得 長長久久 下一集 我們來談 如何在私域 收集潛在客戶名單的方法 對啦 記得在 影片的下方留言 我要抽中 杜宅咖啡 我們下周二在影片裡面 公佈抽獎名單喔 我是劉海霸 下次再見 拜拜 YouTube影片如何知識變現 這系列的影片主要在探討 如何將自己這一生學到的有用知識 透過網路分享來取得收入的方法 這種低成本 高報酬的網路創業方式 非常值得喜歡在網上分享知識的朋友 利用網路來經營自己的知識產業 這不是什麼新的商業模式 只是把書店改成了線上商店 把書的靜態內容 化成了動態的影片 但是 你不要小看這個簡單的商業模式 因為知識本身擁有千變萬化的內容 每個人都有可能製作出 與眾不同的知識產品 就算教學的內容相同 譬如說英文 但是每個老師講解的方式就有差異 甚至能創新教學的方法 所以能帶給學生不同的體驗 我們協助客戶架設自己的 專屬線上課程網站 並且賣斷網站的所有權 讓你真正的擁有買房 而不是租房的感覺 除了讓您可以任意添加自己想要的功能 更不需要擔心 網站搬家後資料就消失的問題 如果您想要架設在自己的主機 OK 沒關係 你把網站直接打包帶走 您就是網站的主人